晚上这一桌一小时三十九分钟 早上也是一小时二十多分钟 很糟糕啊 打得我整个肩膀都是酸的要命 肌肉很紧 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思维上当然是很乱的 可以思考法医 从这个十六关制一直到大称的这个无分别制 怎么把它衔接起来 法医在思考 然后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这人性的这些问题 夫妻关系 这种性格的强势 各个方面 脑子里好像比以前东西多了好多 这一两天都不行 今天特别明显 今天早上主要又是听的那个 外面的空调机那种低频的那种噪声啊 受不了 天气热了 开始热了 那用空调的话 事情就会有这样 整个整个状态一直都不能进 其实我看经文的时候 看看还觉得蛮 蛮生动的 像这两天在看这个 在看那个佛法新药 谈的这个小称的这种 他们的修观 跟这个七经 七经经这几方面的主要的次第是怎么一步一步关起来的 就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单刀直路哈 我都觉得好像属于这种立根器的人 他们在法医上没有像这大臣这样 然后还要设立一个这种空有不二的一个概念 或者通过这种现象 从现象分 再推到这个法性边 这种 法性边的是 无分别 无所得的这么一个状态 小称直接就是 从明色 明色分别制到 原色数字 这两个为基础 然后通过这两个为基础 然后再加上三法印的 无我 跟苦 跟无常 三个作为最主要的 引导 这个是引导 把你导向了 就是所有的法都看的是 极客生灭的 寄生寄灭 你这种寄生寄灭 看到这个法的现象的本质 它这个就叫法的本质 然后你的心就会突然 就会掉到这个 掉到这个寄静边 它就不会再有这种 想生起的一个主体意识感 因为你对所有的法自我 你都看到它最根本的生命 而且你会注重于在灭相上面 那当然最后这个心的 这个再转起的动能 它就会没有 如果你按照这个初观 去想这个生灭法 把这个 把你的心放在这个灭上的话 那只是一种很 那只是一种苦受 因为你没有看到 最根本最细的这个阶段 你是用非常粗的意识 去圆这种粗的灭法 这种只能造成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 因为你现实有生有灭 你把你的心全部放在灭上面 那你的生法怎么办 生起来的法 你说你看不到吗 你也看得到 但你有这么大的动能吗 你最多只能走向 把这个初向的五蕴分给破裂 就走向自杀了 那你细向的五蕴分的话 你到这个时候的话 你回过头再看初向分 你再初向分 就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主体感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比较合理 你不在细向分里面 看到法的本质 你再初向分去破法的话 你只能是 只会掉入一些断剑里头 那大称里的这种修法 就完全不一样 大称的话 它不是以这个细分 然后拆开 拆解来 看这个法的本质 它首先就给你建立了一套观念 这个法向跟法性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在法向上面 你一直会流转 会有生灭 但是法性是一个不生不灭的 然后永恒不变 要你的心导向于法性 而不是法向 但是这个法性呢 你的法性导入的时候呢 你在的境界 其实不生不灭 但不是像小乘以寂灭为主 然后导入这种涅槃寂静 不再转起 它导入这个法性面 它是可以再导回来的 因为它以这个法性的根本 法的所有的根本 是来自于法性 由法性为作为根本 才有这种能量 才会显成法向 所以你从你的法向边 导入法性边 然后你导入了最根本的 这个无实质的空性的时候 你同时是可以导回来的 它不像小乘 它只往一边导 它不回来导的 它只是去一句纪灭 所以我看了这个以后呢 我心里的感触就蛮大 为什么师父会说 真正你的这个身面 自身起了以后 你的心是回不来的 你就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 走下去 就是走入纪灭的 对啊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跟你设立 还有一个导回来的 这个一方面 它只是告诉你灭了就没有 它没有说灭是你的法的根本 是你的法的源头 因为有灭才有生 它不是这样 是就是因为生了就灭了 生了就灭了 所以它就 它不是说是因为法的尽头 而又可以说看到这个身相 所以说它只能导入这个机密法 不过我觉得小乘的这种根器 也是要非常的利 你没有这么强的力的根器 你怎么关得起来 这么细致的这个刹那生灭法呢 然后你的心怎么可能 有那么强的控制力 就住在它的灭象上面 以它的灭象为它的最根本 所有的 所有你的 所有你的能量 所有你的心 心智 全部导向在那一个点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 要非常大的这个心力跟能量 认知力吧 人可力 不管怎么样 大乘的话 大乘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和一点 它这种导入的方式的话 是因为这种分析 这种像是不可得的 像是无根的 是虚妄的 然后你自己慢慢 以那个 跟性相弃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心没有那么的力 没有那么的决断 我觉得的话 那个心还是可以 可以调变回来 今天暂时这样吧 那一会儿 我爱你 那一会儿